自6月10日开始,马来西亚开始进入复原式行动馆之期 在此之前,认真慈激人为学校展开了第二阶段的以爱化爱慈善援助计划 为酒户家庭发放补助金,以帮助他们度过后新冠疫情时期 受行动馆之影响而引发的经济问题 地上补助金,这是行馆期间,慈激志工第二次提供咖啡店业主福福祥经济援助 他所经营的咖啡店,即使在管制令放宽后重新开门营业 在新冠肺炎阴影的笼罩下,生意依然没有起色 这个疫情发生之前跟之后的生意有差别吗? 之前之后有差一半多了 差了多少? 50%、60%这样 慢慢政府讲可以开,就慢慢开一点了 那生意有回来吗? 回来是没有这样多了 那这个店铺要租的吗? 要 租金是多少钱? 450 哇,一个月要450 那你停了两个月? 三个月了 还是要付那家吗? 没有做生意还要付这个租金吗? 尽管经济前景不明朗 在慈激志工的解说下 得知补助金的善款来自十方大德的捐献 福福祥和女儿也发心加入了慈激捐款会员的行列 就很感激可以的事到慈激 因为他一直捐钱帮助我们 然后让我们不要这样辛苦 这样要一直想办法要去找钱这种 因为慈激还帮助我们 其他人帮助我们 我们就应该要承认感谢的心情来帮助回他们家 志工也关怀了过去曾接受慈激辛亚助学金帮助的清寒学子 从中发现了一些需要帮助的贫困家庭 这是两个人吗? 是你的兄弟? 是吗? 我是 是 我弟弟的儿子 他怎么带你来呢? 因为他老爸过世了 他老妈已经回去印尼嫁人了 所以就 我来照顾了 尤其工人何成文自从弟弟癌症病逝后 肩负其养育职儿子女的责任 加重了他的经济负担 照顾了什么两个人 不可以做工 因为上岁他们还很小 我又不可以出门 我就怕他们 又没有吃饭我怎么办 我去做工去那岩做工 回来他们不是饿死 我又不可以做 我们游气了都是乱跑的 那现在就更严重了 现在没有办法 今天有苦的人走不出来 有苦的人就可以走出去 去力行去做援助的工作 由于行动管制令 我们的发放金 都以转账的方式 汇入户口的 今天会把这个现金送过来的原因 就是这两位他们都没有自己活跃的户口 让我们可以把钱汇入他们的户口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现金送到这两位的手上 一次性补助暂时减轻了家中的经济负担 但唯有祝福疫情早日过去 让生活重新回到轨道上 这些清寒学子的求学之路才会更加通畅 大爱新闻 真上美之宫 马来西亚新商报导 上司西亚新商报导 我们下期约卖打散